神的榮耀 好,我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要把這個叫做換檔一下 把我們的信心轉回來了 帶著這個 榮耀的套望 回到神的榮耀中 來,我們把第十二篇的篇題一起讀一下 神的榮耀 回到神的殿中 神的榮耀 回到神的殿中 這裡有兩件事,一個叫做 神的榮耀 一個叫做神的殿中 那麼這兩件事 恰恰是以西田 他看到異象的同一個異象 跟末了的一個異象 以西田第一章的時候 他在加巴魯河邊 在平原,也就是在 巴比倫地啊 他看到的第一個異象呢 是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神的榮耀 看到這個神的榮耀 這是第一個異象 然後呢,到了最後一個異象啊 他看到的是什麼呢 是神的建造 也就是神的殿 那麼神的榮耀 這邊說要回到神的殿中 好,我們先有這個異象 我們的印象 我們再來往下讀 那麼這一邊呢 因為這個有新約的部分 跟舊約的部分 前面是先看到舊約 特別是以西結書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就會用一下這個圖表的方式 希望能夠幫助我們一起有一點的圖畫 或是一個概念 那麼,真的啊 這個我們的主廢服裝這個豐富啊 實在是太豐富了 今天信息每次讀啊 我就覺得今天讀就覺得 欸,我昨天怎麼沒有看到這個 那麼今天在導演會講 欸,當時在理工導演會講 怎麼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預備信息的時候啊 再去預備就覺得 欸,上次怎麼我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呢 今天所講的 明天可能 又發現今天怎麼沒看到了 所以呢 我們要一直回去啊 到這個 這些的豐富裏面去 真的是追射不盡啊 因為真的太豐富了 好吧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第一大點 我們先來讀第一大點 神是榮耀的神 家庭的神 神是榮耀的神 是家的神 或是店的神 這裡呢 又把兩次放在一起 就是神的榮耀 和神的家 或者是神的店 所以一面呢 神是榮耀的神 一面神也是店的神 好 那麼第一重點 我們一起讀 榮耀的神 向著佛羅伯 神是天地 活到達 吸引他 使他能跟從神 好 祂的原則 神也由他 還會見為他 不少幸運的幸福 好 因為裡面的細節 等一下我們在這個投影上面 都會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湯院過一下 那麼第二重點說 榮耀的父 是藉著許多兒子 所彰顯的神 榮耀的父 他需要被彰顯出來 就需要有許多兒子 所以呢 一部首一章十七節說 祂是榮耀的父 那麼西方來說 二章十七節就說 這位榮耀的父 他要領許多兒子 盡榮耀里去 然後他就來成全這個救恩的創始者 第一點 父這名還是重生 榮耀這詞 還是彰顯 榮耀的父這名稱 還是重生和彰顯 我們已經由神重生 是祂的彰顯 第三 創世紀三十五章七節 有一個新的神聖名稱 叫做伊勒伯特利 那麼伊勒是神 伯特利是神的家 所以呢 伊勒伯特利就是神家的神 神家的神 那麼所以呢 他是要做一個團體的神的家的神 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 他有一個名稱叫做伊勒一羅伊以色列 好 蠻長的名字 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神 這個以色列是雅各的主的 所以呢 他的意思是說 他是個人的雅各成為 變化成為以色列的那位神 但是呢 這裡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伊勒伯特利 他不只是要做一個單獨的那個 變化過的雅各成為以色列那個單獨的人的神 他哪是要做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神 他需要他的家 他需要他的店 好 第一小點 在這一章之前 神是個人的神 在這裡他不再只是個人的神 但是伊勒伯特利就是團體身體的神 神家的神 伯特利表徵團體的生活就是基督的身體 因此雅各稱神為伯特利的神時 他就從個人的經歷往前到團體的經歷 在這個地方我們每個人都要從個人的經歷往前到團體的經歷 這樣子其實我們才真正能夠經歷到那個榮耀的神 剛剛我們唱的詩歌 我們能夠神來將我們的榮耀 但是那不是個人的經歷的問題 他來是啊 要經歷他做 伊勒伯特利就是神家的神 我們才能夠有份於神的榮耀 因為這時候我們會看到 神的榮耀要回到他的店中 就是那個他的居所 也就是他的家 好 第四 榮耀是神的彰顯 建造是三億神團體的彰顯 因此 神的榮耀和神的建造是並行的 因為造會作為神的建造 乃是神團體的彰顯 剛剛小朋友已經唱給我們聽了 所以這是第四個標語 所以你們的孩子們唱給我們聽了 感謝師傅 好 那麼這樣吧 我們就先把這個投影預備一下 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投影的部分 然後我們剛剛要回來就會容易一點 那這裡呢 因為《以西結書》 它所記載的實在是非常的深 那它又呢 牽扯到了一些歷史跟地理 所以呢 我們有 就這樣的 預備了一下 我們來看看這裡所給我們的圖畫 大致會擋到嗎 可能要往下翻一下好了 我們再好了 好 因為它有歷史地理的背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那麼 這張圖呢 大家不莫生吧 那個就是西乃半島 我們那邊是埃及 然後以色列的地住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然後這裡呢是兩個平原 好 我們有標示了 看一下 那一塊地就是兩個平原的 兩河流域的平原 所以呢 在《以西結書》的意象裡面 它幾次提到它在平原所看見的 它在平原那個地方山裡面 要使以色列人啊出墳墓 所以那個平原其實就是指了巴別的地方 那麼另外這一塊地方是高地 美帝所屬的地方是高地 那裡有山 有五 有水流出來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不太習慣用 然後呢 呃 好 那麼 人啊 魚在的墮落 神造人有祂的形象對不對 所以神祝福人的時候 神祝福人的時候是在《創志記》一章二十八節 一章二十六節呢 是神造祂的形象造人 二十七節又重複講一次 神以祂的形象來造人 造完了之後 二十八節就開始說神給人祝福了 所以祂的祝福是什麼呢 為什麼按照祂的形象造呢 就是要裝祂自己嘛 所以那時候你明顯的看到祂的祝福 就是要把祂自己給祂們嘛 對不對 所以祝福是什麼 就是神自己 但是呢 人墮落了 人墮落之後一步一步的墮落 墮落到最後啊 不但是啊 完全是屬肉體 神的靈不再永遠與人相爭了 甚至後來呢 他們是集體的背叛神 在巴別塔 造塔 要上通天 這時候呢 神呢就放棄了受造的族類了 祂就開始 呼造的族類 所以呢 就榮耀的神 就像這個亞伯拉 亞伯蘭顯現了 亞伯蘭住的地方是加勒底的烏爾 就是拜偶像拜的最厲害的地方 但是在這裡呢 榮耀的神 大概記得這個字 因為我們這一篇的戲劇叫做什麼 亞伯蘭的神 榮耀的神 那個時候像亞伯蘭顯現了 顯現什麼呢 他告訴他 你要從本地金屬中出來 皇國所要指示你的地區 所要指示你的地區 請注意這個地 好 然後呢 亞伯蘭就出來了 亞伯蘭就到了加南 中途不說了 那麼他到加南之後 他就成為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過了一個生活呢 於是呢 神又來了 神跟他說 我是 我是全主的神 好 在這個地方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要 賜給你加南全力 換國於你的後地得福 神給他應許了 亞伯蘭在這裡呢 他經歷了幾件事 第一個他經歷榮耀的神 向他顯現 第二個他經歷了平性生活 他就到了那裡就平性生活 然後他有經歷呢 他認識神是伊勒撒黛 他認識了神的恩典 然後他就活在與神的交通中 多好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只認識神是伊勒撒黛 然後呢 亞伯拉罕稱伊撒 伊撒稱雅各 他們是的確是活在這塊美帝上面 但是好情不慘 饑荒來了 所以呢 他們就下了埃及了 下了埃及之後 就離開神應許的地了 那在這個地方 結果呢 就為奴了 對不對 那麼看起來呢 神的應許不見了 所以呢 神就來這裡 興起了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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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興起摩西的時候呢 他就跟摩西講了一句話很特別 他說 摩西不是問他說 人問我你是誰怎麼辦呢 他說我是 耶勒撒黛 我是那我是 那麼在這之前 就是這個地方啊 他又講了一句話 他說 從前我向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顯現為全主的神 就是伊勒撒黛 但我未成以我的名 耶勒撒黛 使他們認識我自己 也就是說 亞伯拉罕 他們呢 在那裡所經歷的 是那個恩典的神 伊勒撒黛的神 全主的神 所應許給他們的 萬國因他的後裔得福 可是後來他們到了埃及 後裔在哪裡 萬國會得福的後裔在哪裡 那麼 亞伯拉罕 全力他們也沒有得罪 所以好像神跟應許落空了 但是神這裡來啊 祂要讓他們認識另外一個名叫做耶勒撒黛 就是我是那我是 也就是說 祂現在要來把祂所應許的都應驗下來 所以祂要成為那個應驗的神 所以祂說什麼呢 我要領你們到 我賜給亞伯拉罕 以撒亞地的大地 上面是應許 上面是應驗了 好 那接著我們再往下看 那麼 果然 摩西呢 他就帶著以色列人 就從埃及出來 就回到了美帝去了 但是經過了很多的過程 但是無論如何 他們在那個地方 進了美帝 趕走了江南西族 然後呢在那裡 建立起神的國來 以色列國 然後呢 所羅門王 就把聖殿給建造起來了 當聖殿建造起來的時候啊 他在那裡大聲禱告 然後呢 神的榮耀充滿了聖殿 真的很多榮耀啊 神的榮耀是不是已經在殿裡面了 好 讓我們這篇說 神的榮耀要回到殿裡面 也就是說 神的榮耀 有一陣子 又離開了 還有離開了 那麼在地址上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啊 以色列在這裡 分裂了 他們在崇羅門之後呢 就一直拜偶像 就分裂了 分裂之後 分成南方 北方的以色列國 跟南方的猶大國 那麼這些王啊 大部分都是行 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於是神就興起外邦的王 那麼 神經理這些王啊 聖經甚至說啊 耶和華說 我要興起我的仆人 尼布甲尼撒 所以尼布甲尼撒 甚至是神的仆人 來管教以色列的 那麼首先是亞述帝國起來了 他們呢 就爐走了以色列 北方的以色列國 以色列國就滅國了 就滅國了 那麼他們就散在 就散亂在一些地方 那即使是這樣 南方的猶大國啊 還是不會改 他們一樣還是行許多王 還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他們照樣拜偶像 他們照樣行惡的事 背叛 於是呢 神又興起了他這個胡人 叫做尼布甲尼撒 那就把猶大國給滅了 把他們忍到阿比倫去了 好啦 他們你看看 美帝這裡又沒人了 這裡又沒有人了 那神的地 神的應許怎麼辦呢 所以就在這個背景之下 神又來欽喜另外一位聖言者 就叫做以色列國 所以就在那個背魯的地方的 加巴乳河胖啊 以細節三十歲的時候 神的榮耀向他顯像 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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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麼到這裡為止 底下這裡我們等一下再看啊 我們教教回來看一下 細節看一下在歷史的部分啊 這個他們背魯是怎麼回事 好 我們看一下時間啊 當然是地理 這個是時間啊 時間在這條時間軸上面呢 有三個紅點啊 606年都都是祖西元前啊 606年 597年跟586年 女色列人被魯啊 其實只有三次啊 第一次就是606年祖前 第二次是597 第三次是586 這個跟三位王有關係啊 那麼說末了的三個王啊 就是猶大國的王 一個叫做威亞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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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叫做希比嘉 那麼這三位王呢 就是這三次的貝魯 那麼 威亞晉 他25歲登基 在位11年之後貝魯了 那麼 威亞晉他的兒子就接續他做王才8歲 那麼只做了三個月的王 就貝魯了 貝魯了之後啊 他的叔叔希比嘉 就接續他在耶路上做王 那麼21歲登基 也在過21年又貝魯了 就貝三次貝魯 那麼這三次貝魯啊 這誰貝魯呢 就是巴比羅王 尼姆甲雷薩 總共三次去攻了耶路上 那麼這三次的貝魯啊 跟三位那個生煙者有關係 我們跟三卷的生煙者有一點關係 第一個是蛋伊里 那麼蛋伊里啊 他是在第一次貝魯的時候就貝魯了 所以呢 這個他的記載是 尤大王約雅晉再會第三年 巴比羅王 尼姆甲雲 來到耶路上將成為困 這個呢 他是以約雅晉來算年代的 因為他那個蛋伊里 他就是這個時候貝魯的 所以他是跟第一次的貝魯比較有關係 那麼第二位呢 就是以西捷了 以西捷的記載 以西捷書的記載只有22年 那他是什麼時候貝魯的呢 以色列的這個 以西捷啊 他就是講約雅經的紀念 所以約雅經王第五年 那麼他用說我們貝魯的第25年 所以呢 他是在約雅經王貝魯的時候 一起貝魯走的 難怪說他的書信裡面 他的這個不是 這一則書裡面啊 他的東西以美雅經來紀念的 來紀念的 好 很有名的 那麼另外就是耶利米啊 耶利米啊 雖然黃得比較早 但是呢 他所寫的一直寫到586年啊 他是那個親眼看見第三次的圍城 親眼看見整個城被毀了 墻被毀了 城墻被毀了 聖殿被毀了 聖殿被燒了 契米被搶走了 聖殿沙被燒了沙 他被毀了 是他親眼看見的 所以他在山上看見那個 常國列路上的城啊 他就在那裡哀哭 他就成為哀哭的聲音者 好 那麼所以呢 他主要是講到契里加的紀念 好 那我們就記得一下 這個以西節啊 他講的這個第幾年 第幾年 我們在以西節書裡面 讀的第幾年 第幾年啊 除了有時候他這個第幾年是講啊 他是離幾歲 像這個第30年 他看見意象是指他是離30歲的時候 其他的呢 他第幾年 貝魯第幾年 都是指從給雅經這個年開始算起的啊 所以我們這個25歲 30歲跟50歲都是要算出來的啊 所以他30歲的時候呢 看到第一個意象 50歲的時候 看到了神聖諦建造的意象啊 好 然後呢 這個寧布曉尼莎之後啊 就在希拉的巴黎文皇啊 五、六、一年之後 接下來呢 神就興起了波斯王普列 所以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圖 當這三次發生被魯的時候 以色列人完全被魯移了聖地了 聖地那裡沒有城 沒有牆 沒有聖殿 沒有聖殿 沒有聖靈 沒有祭靈 什麼都沒有啊 那神的應許怎麼辦 神的應許怎麼辦 但是他是耶和華 所以這次呢他來呼召以希傑 並且多次跟他說 那時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我是那我是 我是能夠應驗我的應許的那一位 所以呢他在這裡一直在講 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他後來就興起了古列王 那馬上以色列人能夠歸回到聖地去 甚至於能在那裡建立聖殿 在五一六年的時候大利物第六年的時候 聖殿 那個第二個聖殿就被建立起來了 那麼有一個算法就是說 戴伊里啊 對戴伊里曾經讀到耶里米的書 知道以色列人被魯七十年滿之後啊 會歸回的 那七十年怎麼算呢 有一個算法呢 就是說如果是從以色列名被魯跟歸回來算的話 他是這一年第一次就被魯了 這是第一次工程就被魯了 這是六零六年 那麼他們古列王元娘回去是五三六年 所以這個六零六跟五三六剛好是七十年 這是從這個被魯跟歸回來看 那麼另外一種看法啊 就是從聖殿來看 那麼聖殿被魯啊 是在第三次被魯的時候五百八十六年 那麼他們歸回之後 是到了二十年之後才把正殿蓋起來 所以從五八六年到五一六年 剛好也是七十年 所以你從這個聖殿被魯跟歸回來看 或是從聖殿被毀到重建來看 都是七十年滿 好吧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啊 這個三次的被魯 我們看到的是事實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與細節怎麼記載這件事 以及啊 他怎麼記載神的心情 所以我們現在還不是來看歷史地理的事實而已 就在過程中啊 你看那個以細節怎麼記載 神是什麼樣的心情 好 那麼以細節也要記載了 這是剛剛的底下的那個年了 能表得太大 那麼首先 貝魯的當年是新約五九七年的歲首 他記載說 約雅經 貝魯是巴比倫 他的叔叔的記底下就就位於耶勒撒文 這是客觀的事實 然後呢 第五年啊 就是紀元前五九二年 以細節三十歲 他就記載了 他在巴比倫加巴魯頭邊看見神榮耀的意象了 神的榮耀還要再寫見出來 神的榮耀還要帶他們回那地去 神還要回那一地 恢復那地的享受之後 神還要得著這個神殿的建造 所以在這裡呢 你看 神像在貝魯之地的以細節顯現 然後貝魯第六年呢 記載什麼呢 耶路撒冷朝北內院門口 有觸動主度激動偶像的座位 以色列人已經被魯了 等於神在那裡緊到他們了 他們一國分為二 在那裡背叛 在那裡不和 在那裡呢 派偶像 神警告他們 北方的以色列國被亞蘇滅了 南方的猶大國被巴比倫滅了 但是以色列人啊 仍然被逆 仍然不回白 外面看起來好像有偶像 有那個有墊 但是呢 在那個內院門口 竟然有偶像的座位在哪裡 就是在第六年的時候 接下來在記載呢 他的記載第七年 這些都是在以西節書一章八章裡面記載的啊 那麼甚至於到了以西節第十四章 以色列長老啊已經將偶像接到心裡了 這是耶和華說的 所以耶和華說他起事不再被求問了 他說這些長老已經把偶像接到他們心裡 我豈可再讓他們求問呢 看起來好像長老在那裡治理 看起來他們好像問了一些事來求問耶和華 但是耶和華知道 他們已經把偶像接到心裡再來了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在第一天啊 講到那個釋奉神 講說那個 隱藏的馬來的一天對不對 神在內裡講到幾班人 一般是以色列人他們走離了 被逆了 遠離了 然後呢 立位人中間也有走離了對不對 走離了 可是雖然走離啊 那裡卻記載說 他們必要在我的殿中供職 他們還會要在那裡幫助那些百姓們 來服侍他們 就是說這些人啊 神還讓他們在那裡侍奉殿 也讓他們在那裡侍奉人 可是那一節的後面就說啊 但是他們裡面卻是買了偶像 所以神是憎悟他們的 神的整族啊 不讓他們來親近他 就是說外表上看起來還是在侍奉所啊 就是說侍奉殿啊 在房間的侍 但事實上他們裡面是有偶像的 所以這裡你看 有長老們 本來啊 只是 偶像只是跨在那個門口而已 現在呢 接到心裡面來了 尤其憂悟就不讓他們求問了 其實看他們的 反正在我們 有時候啊 我們就會求問神的說 求了半天沒有答案 說我可以去這個地方嗎 我可以買這種房子嗎 我可以怎麼樣嗎 怎麼求了半天沒有答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個偶像 在哪裡 神說啊 你們如果偶像就到心裡了 那我就不讓你們求問了 有時候我們在 會稱給我們求的時候 書記也找不到答案 也有可能 我們裡面已經有偶像了 也有可能 他不讓我們求問 好 那麼就是看出來 現在以色列人呢 雖然被擄了 但是呢 沒有回來 而且變本加厲 然後呢 到第九年的時候 五八八年 五八八年 你看五八八年 例如五八六年很近了 五八六年就是那個最後那一次 你不想看他王要來 要來把整個城滅掉的時候了 那五八八年其實就是什麼呢 還記得很清楚 這是聖經自己記得 十月十號 那天是什麼日子 那天就是巴比倫王 開始來進攻第三次的時候 第三次攻城的時候 那麼 耶和華要筆細節做什麼呢 他說 今日是巴比倫王圍困耶路撒土的日子 你要將日期計下 耶和華都知道怎麼會發生 他一直在警告以色列人 我要的是一個聖殿 我要的是我的榮耀有個居所 但是你們都已經棄我 當他在講那個撒土的子孫的時候 他說撒土的子孫釋放我 裡面一直有一個詞 叫做他們親近我 侍奉我 他們親近我的桌子 來侍奉我 然後呢 他對那個 這個所謂的立位人那些 心中的偶像嘛 就不准他們親近他 所以事實上呢 只是要我們親近他 一切地警告我們 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已經是五八八年了 就要來攻打了 但是呢 這個人還是沒有迴反 所以呢就那一年就來了 被捕第十一年 486年 在三十六章第十八節裡記載 聖殿被魂 城牆被魂 殿內器品財寶 一層中的聖民完全被捕了 這就是那個第三次的被捕了 好 那麼這裡呢 這個 以西節就這樣記載了 他就親眼看見了 神的榮耀離開了聖殿 他看到什麼 第一 他看到 神的榮耀從基督伯之上 升到殿的門檻 不要被這個升這個字啊 給迷惑了 以為這是好事啊 基督伯是在聖聖所裡面的 本來神在基督伯那裡 是在聖聖所裡 現在呢 他退到了殿的門檻 就要跨出殿去了 就要離開殿了 那麼接下來 他又看到 這是九章三節 到了十章的時候 他就看到神的榮耀 從殿的門檻 到了殿的東門口了 不只要走出了殿 他還要走出城去了 他要走出城去了 那麼接下來 這是十章十九節 那麼到了 第十一章的時候 他就看到神的榮耀 從殿的東門口 跑到城外 成功的山上去 他就親眼看見神的榮耀 一步一步的離開了他的身邊 那麼 李弟兄在寫這段的時候 他說啊 他好像神啊 很不情願離開 神很不情願離開 像當初神興起摩西來 帶著他們 過了紅海 出了埃及 到了曠野 然後一路的教導他們 一路的教導他們 四十年之久 和他們帶見了美帝 打敗了這些 加蘭人 然後呢 興起他的國 當大衛 為他具備材料 所羅門把墊建起來的時候啊 他的榮耀充滿了聖殿 你看那個是何等的光景啊 神的榮耀在聖殿裡面 但是好景不長 很快的 他們又分裂了 他們又背叛了 而且一再的一再的從誤到這 都不敢 所以呢 一直到已經都這個樣子的 神就寧可當他的殿被毀 他寧可當他的殿被神 就像在出埃及記的時候 在救命 這個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 他寧可讓他的約貴啊 被敵人搶走了 以色列人啊 迷信 對神也沒有心 但是呢 遇到敵人啊 來這個 傷害他們的時候啊 就想到 我們不是有約貴嗎 神可以為我們打仗嗎 就把約貴彈出來 以為一定會打聖殿 但是他們完全無是因為的神 所以神啊 在那個時候痛心之下 寧可當他的約貴 被敵人搶走了 從此呢 以色列人只有一個空的帳戶 沒有約貴 那麼現在呢 他們從道復策了 這次是聖殿 那次是帳墓 這次是聖殿 以色列人還是一樣不悔感 神寧可當他的殿被我們 但是呢 你看 整個心情是啊 他真捨不得離開 他實在捨不得離開 這個他 榮耀的居首 好 最終呢 他就完全的離開了以色列人 好 怎麼辦 好 那麼神的地要怎麼回來 神的榮耀怎麼回來呢 之後榮耀回來啊 就需要 對 就需要有殿 對 因為他必須要回到他的殿中來 那我現在回來看這一個 回來看這一個 就是我們看完呢 他的這個 秘魯的背景之後啊 那麼 神對以西節說什麼呢 他說 我必開你們的墳墓 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我要看你們安住在墳地 建立設立我的聖所 這個開你們的墳墓啊 其實都是在平平說的 所以整個巴比倫來講就是以色列人的墳墓 他們在那個地方完全是枯竿的 完全是海谷 完全是分散的 他們完全沒有連結在一起 這是他們的墳墓 但是神應許說我要開你們的墳墓 領你們要回到以色列地去 為什麼呢 因為在那地上面 他還要建造他的聖所 也就是他在這裡帶著的聖殿 等聖殿帶造起來之後 他的榮耀才能夠回到殿裡面來 所以那時候他說 你們就知道 我是耶和華 難怪他在這裡講了六十次 我後來不去查 不是五十五十 五十五十字節 知道我是耶和華 還有幾次他講了 知道我是主耶和華 都一個主字 就是六十幾次了 因為他真是想要回到神的墊裡面去 他的榮耀真想要藉著這個團體的居所來背彰寫 所以呢 從第五篇開始呢 我們就看到神就給了以色列 以西捷這一個神就特別建造的這個佛畫 那麼好 感謝主 那麼從第五篇開始呢 就是這個聖殿的各樣的講究 那麼要建造成這個墊啊 就必須有第六篇 我們需要有耶穌的人性 他那個復活的人性 他給我們一個目標 就給我們一個人位 就是耶穌的人性 所以在這個建造裡面 都有很多六這個數字對不對 六軸這個數字就是六就是表現的人性 那麼你進到聖殿裡面去之後 之後看到的都是木板 木板上面又雕刻的基督佛跟棕樹 就說出基督這個復活拔高並且得勝的人性 是建造的材料 然後呢到了第七天 我們要如果能夠有這樣的人性呢 我們就要經過實施下 祭壇這唯一的路 祭壇就會把我們帶到聖殿去 不管從哪個門進來都會碰到祭壇 然後祭壇就帶我們到聖殿去為了祂的建造 然後接下來我們才能夠真正的釋奉神 釋奉神就親近祂 當然這就是寫的 我們有個第八邊 被神的這個建造來良度我們 然後我們就進到聖殿裡面去釋奉神 釋奉神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親近祂 親近到最親近的地步啊 就與祂沒有距離了 就在享受這個隱藏的馬 完全沒有距離 然後呢我們就能夠在那個地方成為這個建造 於是就有一個水流 這個水流是流出也是 流制也是為著這個宏偉的建造 所以有這個建造才會有水流 水流呢又為公益人生命為了這個建造 好 那麼最後呢 神的榮耀各種功能 進到了聖殿充滿這個聖殿 當這個聖殿被建造起來的時候 神的榮耀就可以回到神的聖殿裡面了 那麼這個就是以希姐所看到的意象 那在這裡啊 剛剛這幅圖畫 我們就可以想到 神是何等的和睦 要回到祂的聖殿裡面去 祂是伊奧克華 祂能夠把我們帶回去 祂也需要把我們帶回去 但是我們要得警惕的一件事就是啊 事實上啊 這個當初以色列人回去建聖殿的時候啊 歸回這件事啊 並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去了 事實上 回到以色列地的人是極少數 是極少數 但是呢 以色列人就歸回了 所以我們在講啊 以色列人歸回建聖殿啊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去了 一樣的道理 如果現在呢 這個聖殿要被建造起來 神在地上的居所要被建造起來 成為祂屬靈的居所 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 都有份啊 只要有得勝者 有份 有得勝者願意成為這些人 成為這個被建造起來的聖殿 神的榮耀就會進來了 所以我們不要等說 我看大家都還沒有預備好嗎 所以我還有時間 我不用現在這麼愛酒啦 年輕人參大學 今天訓練可以再等一等啊 我沒有那時候再等一等啊 還早呢 你要小心啊 到時候那少數人回到那裡 整天都蓋好了 那個神到榮耀就進來了 所以呢 那我們不要活在應許的階段 我們是活在應驗的階段 現在就能夠讓基督在我們一個來建造 那麼為著神的建造所付的代價 就會成為我們當初 我們之後成為神的榮耀的那個事實 所以那個我們就 我說這次讀文字一篇讓我得知道啊 我得懂了耶穌森弟兄寫的那個303首詩歌 他為什麼要那麼寶貝中間的過程 有一點懷在覺得 他是不是喜歡去找苦吃啊 他不是自找苦吃 而是當他為神的建造付代價的時候 那是最寶貝的經歷 所以最後一節 最後一句話他說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 他說 免得你夫人今日急切望將來 將來又會盡之錯過 好感謝主 用這樣子啊 這就是把這個 我的時間都忘記了 差不多 還有兩分鐘 好我們現在幾個呢 把這個打開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綱要嗎 好我們剛剛是把第一大點讀完 第二大點我們可以讀下去啊 那麼第二大點說 在以西節 四十三章一到七節 神的榮耀回到殿中 我們必須看見神渴望在地上得著之居所的意象 便領悟神的目標乃是建造 神心能量願望乃是要在地上得著一個與人同住的居所 神救恩的目標乃是在地上建造地的居所 這是神的目標 是不是我們的目標呢 如果他不是我們的目標的話 將來我們不會在那裡了 那會在哪裡呢 好第一 神要造會在地上建造起來 因他渴望在地上得著一個居所 他造會祝天的神要住在地上 他所住的地方他的居所就是造會 所以不要被一些傳統的基督教的教訓給迷惑了 以為我們是要上天堂 人想的要上天堂 神最想的要到地上來 這位祝天的神一直要住在地上 他所住的地方他的居所就是造會 第三 這是我寶座之處 是我腳掌所踏之處 我要住在這裡 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 寶座是為著神的管理行政和國度 主的腳掌是為著他在地上的行動 離了殿做他寶座之處 做他腳掌所踏之處 主就沒有他在地上行政和行動的根據 只有建造起來的造會才能給主立場 以執行他的行政便在地上行動 不僅如此 再會是主能居住而得安息 主的地方 第四 因著殿中的偶像 神的榮耀逐步退出 我們剛剛看到了 先離開一殿 然後離開城 最後離開他的反性 主的榮耀離開 表現神的顯現離開造會 交換皇的榮耀離開以色列 但是神審判的結果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 這件事是第二次發生 在新來三下 當帳目立起時 主的榮耀充滿帳目 後來約會被伊斯人不去 主的榮耀就離開了帳目 這意思是說 神放棄了帳目 在楚羅門的時候 聖殿建造起來 主的榮耀回來充滿帳 充滿墊 主的榮耀留在墊裡 直到以色列看見 主的榮耀移去了 離開了墊和城 先在橄欖山 最終回到春天之上 這就是主的榮耀離開 第五 神的榮耀歸回 在於墊的建造 以色列在他早期的知識裡 看見主的榮耀離開墊 但在他晚期的知識裡 他看見主的榮耀回到主的墊中 所以主的榮耀歸回 是因為神殿建造完成 榮耀從東歸回 就是從日出的方向歸回 就是這個方向表現榮耀 主從榮耀歸回 主的榮耀從東門進入變中 東門乃是為主的榮耀 照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東門 就是向著主榮耀敞開的門 在照會生活中 我們該有的第一個考慮 乃是主的榮耀 就是主的彰顯 主渴望回到地上 但為著主回來 他需要有居所 做他寶座之處和教教所踏之處 他的居所就是照會 是他在地上行政和行動的根據 神不是僅僅關切得救或屬靈 還是關切建造 那我們關切什麼呢 我們是關切我們的得救 我們的屬靈而已嗎 但是他是關切建造 西 今天照會 若是符合以西節書裡所說 神是重別建造的一切細節 因而在每一方面被建造起來 神就會榮耀地就在照會中 好 第一 作藥我們一起讀吧 來 第一 我讓大家讓神的主在康徒中 造會由地去建造起來 成為神的居所 好 這就是在以西節書所看到的 神的榮耀與神的建造是並行的 那麼神的榮耀他要回來 需要有他的建造 當聖殿建造起來的時候 神的榮耀就可以回到神的殿中 好 再來是新音樂的部分 這個剛剛弟兄交通這個蠻關鍵 這個弟兄姊妹可以翻到第37頁 這個是可以這樣講 就是我們如果這12個禮拜 我們要再回去讀以西節書這一段 那事實上我們心裡面呢 你只要存著這兩個部分 就是剛剛弟兄非常細的來講 這個以色列人的歷史 還有這個整個這個敘述 因為在這裡講說 以西節書40到48章 關於神聖別建造的意象 要按字面應驗於復興的時候 剛剛弟兄最後講到說 他說這個一般的人的領會 是信了主直接就帶到這個勇士新天新地 但是我們在這邊 我們對這個聖經的領會是說 這個我們信了主之後 在這個直接到勇士新天新地之前 還有一個千年國 那這個千年國在這個應驗的時候呢 有屬地的部分 以色列國的部分 也有屬天的部分 就是包含這個舊約得勝的人 還有我們這些新約的得勝者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讀這個以西節書 我們就叛話 這個弟兄姊妹裡面有一個 帶著一個領會 就是以西節在這裡所說的 當然一部分就是應驗於這個舊約 剛剛講到這一段以色列人的歷史 但是這個神聖別的建造 這一件事以西節所看見的這個墊 在歷史當中從來沒有被建造起來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樣呢? 他說要在就是千年國這個屬地的部分 以色列人他們復興的時候要重建聖殿 還有耶路撒冷城 作為他們在千年國裡與神同住之處 換句話說 這個我們讀這一段同樣一個領會 這一段的記載要按字面 在千年國的時候定念在這個以色列人身上 這個屬地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們應該要關切 我們應該要關切 就這邊講說 這個其中一切屬細節的屬靈意義 都要應用在新約的信徒身上 我們就是這個神屬靈建造造會的主成分子 換句話說 我們這十二個禮拜 我們再來讀我們裡面叫這兩個領會 一部分是關乎這個叫做 在這個物質的範圍裡面 屬地的部分要應驗 另外一部分就是關乎我們 我們若是盼望我們能夠有份 在這個千年國對得聖聖徒這個賞賜的 這個屬天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要關心這一切屬靈的意義 是不是有應用到 我們今天這些弟兄姊妹身上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領會 那另外一個領會我覺得 我覺得是一個鼓勵 是一個鼓勵 就是在第三篇那裡他就說 講到說之前我們可以說 其實以色列人他們還在經歷一粒撒旦 就是叫做應許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但是呢弟兄們在這個裡有一句話 他說今天在主的恢復裡 我們不是在應許的階段 乃是在什麼啊 應驗的階段 剛剛那一篇信息啊 這個胡軍團弟兄有提啊 他說你弟兄在講這個信息的時候啊 這個 這個 以色列也沒有復國 耶路撒冷也沒有被收回 所以那個時候可以這樣講 真的這樣講 他們叫做在應許的階段 因為呢這個都還沒有應驗 那我們今天要說 今天我們來看 在以色列人身上怎麼樣啊 應驗了 是不是這樣子啊 以色列已經復國了 耶路撒冷也已經收回了 但是呢 李弟兄當時候對這一個東西 以希捷的異象的領會 還不只是在說 他相信以色列要復國 耶路撒冷也要收回 他還在說 今天我們這一班弟兄姊妹 我們在主的恢復裡面 主要把這個一切屬靈的意義 屬靈的事實恢復 應驗在我們中間 那我覺得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寶貝的事情 所以今天當我們再來讀這一段話的時候 我們就盼望弟兄姊妹我們 裡面存著這樣一個靈魂 好不好啊 我們盼望我們要做得勝者 盼望我們是在千年國蜀天的部分 在那裡啊要與主同在 那另外一部分呢我們就要禱告 說啊這個我們盼望啊 主在這一個書裡面所有所說的話 要應用到我們身上 要應驗在我們身上 那我也相信這個就是為什麼啊 這個第十二篇的信息啊 這個順序上這樣子呢 如果照著這個聖經的次序的話 這個第十二篇信息是以細節書第四十三章 照理說應該要擺到第七篇第 第六篇第七篇那個地方去 不是擺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弟兄呢 在這個美國講這個信息的時候啊 他就說這個一年前 在講這個出埃及記的時候 講到出埃及記第四十章 張木裏而起來 這個葉爾華的榮光啊都充滿了張木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個時候啊他在那裡宣告 那一天當我們遇見主的時候 我們要在那裡說 We have done it 意思就是說啊 我們已經做成了 神盼望我們為他建造居所 當那一天啊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啊 面見主的時候 我們裡面沒有虧錢 為什麼呢 我們乃是照著山上的樣式 我們啊完全中性的 把這個神的居所怎麼樣啊 建造起來了 所以我們在那裡面見主 我們坦然無懼 我們說我們做成了 阿明 那個是那一年啊 去年 暑假的時候啊 他說啊那個時候他裡面啊 這個說話有這樣一個零 所以啊 把那個信息擺在這個聚會的末年 那這一次呢 他把這個信息啊 就是把這一段信息啊 照理說我們剛剛下午啊 那個就終極完成 是不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地都分完了嘛 好得錄一下 但是啊這個 這一個信息啊我自己感覺 就是說啊 如果我們真的寶貝 我們啊剛剛所說的這一切 那我們要謹喜 我們要謹喜 我們就要說今天啊 這個耶和華的榮耀 到底啊有沒有像 這個我們都要看新約啊 到底有沒有像 這個在新約聖經裡面 主所盼望的那個照會 真正建造的光景 我們就盼望我們要核對一下這個東西 而在這個主的話上 我們要警醒 我們就盼望這個話 這個屬靈的意義啊 做到我們的身上 因為這個是我們盼望有的靈 好不好啊 所以今天當我們在讀這個信息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就盼望我們不一定那麼 覺得說好像我們已經到那裡了 那反而我們是說 主啊我們啊願意在這裡中信 願意在這裡警醒 我們願意啊 我們真的能夠啊 叫你所說的話 應變在我們身上 那這個 這個剛要的事實上蠻簡單 有三個點 第三 第四 第五個點 再講到這個新約的部分 一方面就是啊 首先應用在主耶穌的身上 再來就是應用在 今天我們這個照會時代 照會身上 那當然再來最後就是啊 千年國禮還有啊 新天新定禮的新年路撒冷 三個段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大點 請大家一起讀 阿們 我們看見在神建造裡之神的榮耀 所以我們在這裡我們就要盼望大家有一個領會 主耶穌就是那個神的建造 第一個重點就說 他是那個成為肉體的畫 乃是充滿榮耀的帳墓和聖殿 這個是用約翰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 那裡就說主耶穌是畫成了肉體 支搭帳墓在我們中間 那裡就說我們也見過他的榮耀 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那在這個福音書裡面我們就看見 曾經有一次就是在變化山上 主耶穌就在門面前變了形象 這裡啊就記載說 他啊臉發光像日頭 衣服啊變白如光 路加福音的裡就記載說 他們就看見了耶穌的榮耀 彼得也做見證 他是他威榮親眼的見證人 但是我們要說啊 那個是叫做一個叫做國度的慾常 國度的小乙 事實上那個時候呢 這件事情還沒有完全的實現應變 所以主耶穌自己 他必須要經過一個過程 就是在這個第二個重點 主耶穌當他啊 這個取了這個肉身的時候 照著這個我們前面讀菲利比書第二章 他本有神的形狀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但是不以與神同等為強求之正 反而怎麼樣虛擬 取了什麼東西啊 奴徒的形狀 換句話說 之外的人看到主耶穌 他不是看到那個神榮耀發出來的光輝 他看到的是一個叫做拿撒的人耶穌 好像更出於甘地 30歲的人給人家看起來像50歲 換句話說啊 這個他沒有外面的佳琦美容叫人羨慕他 但是在他的裡面真的有這個神聖的榮耀 所以這個第二個重點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在他的裡面有一個神聖的榮耀 但是被他的人性體殼怎麼樣啊 給遮藏住 阿們 所以在這個聖經上 第12章第23節 那裡主耶穌說 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這個門徒們不認識這個得榮耀的意思 那事實上我們也盼望 弟兄姊妹我們借著這個交通啊 我們對這個得榮耀啊 我們也不要想像的太外面 得榮耀結果我們都發光了 我們這個衣服都不一樣了 還是我們就都飄起來了 這個主耶穌就在這裡說啊 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那接著他就說啊 一粒麥子若不若在地裡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若在地裡死了 就結出許多的子粒來 所以到了13章 這邊你看一下聖經 主耶穌說 人子得了榮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那事實上就是指著 他要去經過死復活說的 那接著這個死 他這個人性的體格就破裂 他裡面這個神聖的榮耀 怎麼樣啊 就釋放出來 那這一個釋放出來呢 感謝主 照著這個彼得書那裡說啊 他就啊 這個我們的父神啊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 從死人中復活 就怎麼樣啊 就重生了我們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藉著他這個經過死復活 這個神聖的榮耀怎麼樣啊 釋放了出來 甚至他人性的體格啊 藉著他的復活啊 也被帶到這個神性裡面 我們這個所有的人 我們就怎麼樣啊 在這一個復活裡面 一起出生啊 生為什麼啊 神的兒子 所以剛剛那個綱耀裡面就說 我們的神 他就不僅是叫做榮耀的神 他就成了什麼啊 榮耀的父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有了許多的兒子 可以來彰顯他 可以來彰顯他 所以啊 在舊約裡面我們說 叫做榮耀的神 向亞伯羅漢顯現 但是我們今天在新約裡 在照會中我們說 我們的神是什麼 是榮耀的父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今天不只有一個獨生子彰顯他 他有種旨 在這裡做他的彰顯 他就成了榮耀的父 那這個就是這裡所說的 讓我們這些人感謝主 我們在這一個榮耀裡面 我們不是個別單獨的信徒 第三個重點就幫助我們看見 我們在這一個榮耀裡面 我們成為一 對不對 喜不喜歡這個一啊 阿們 我們要說啊 如果我們人多 當然是好 但是我們人多 卻是很多人 不一定怎麼樣啊 不一定很美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但是我們人多 又是怎麼樣啊 在伊林 哇 這個對神怎麼樣啊 是一個大的榮耀 其實我們出去傳福音都很尷尬 有的人就說 你們都是信耶穌的 怎麼這麼多不同的名字啊 這麼多不同的聚會啊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非常尷尬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我們要說啊 感謝主 我們不僅說我們都得重生了 我們做了神的兒子 我們可以來彰顯父 我們今天說啊 我們不僅是神的兒子 神的兒女 我們說我們是基督身體的肢體 我們不是單個的肢體 我們在伊裡面要教父得著榮耀 所以這個第三個重點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簡單的講就是啊 原來這個榮耀是在主耶穌身上的 他自己就是那個神人二性的宇宙合併 他在那裡啊 沒有說自己的話 沒有彰顯自己的榮耀 沒有尋求自己的义事 不說自己的話 不做自己的工 他乃是在那裡完全的禮 父是一 感謝主 那今天怎麼樣啊 這一件事情要怎麼樣 要包括我們 要包括我們 所以在這個綱要裡面就說 我們就成為這個父的家 就是今天這邊講的神的殿 是不是這樣子啊 要做神人二性擴大的宇宙合併 主耶穌自己是那個神人二性的宇宙合併 今天我們也成了他的家 這個神的家就成了什麼啊 叫做神人二性擴大的宇宙合併 這個事實上啊 這個領會啊 這個是剛剛有一個綱要啊 其實大家一定要記住啊 101頁 第四個終點 叫做榮耀是神的彰形 建造是三一神團體的彰形 你也可以把這個建造換成 神的家是三一神團體的彰形 或神的店是三一神團體的彰形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回頭來看 你就看見主耶穌是神的彰形 神他是那個父懷裡的獨生子 將父要移出來 在他的死和復活裡面 我們得重生成為神的種植 並且怎麼樣啊 我們在一裡成為父的家 我們怎麼樣啊 成為三一神團體的彰形 這個就是這裡的領會 好我們再翻過來第四個大典 第四個大典是以福所書第三章 那裡說神在造會裡要得著榮耀 這個剛剛這個鋼要裡面啊 我們也回頭看一下 105頁 剛剛這個鋼要裡面說 主的榮耀歸回 因為神的店建造完成 然後下面有個小A 他說榮耀從東歸回 就是從日出的方向歸回 日出的方向表征榮耀是說什麼啊 主從榮耀歸回 請大家把主從榮耀歸回圈一下 翻過來小B 主的榮耀由東門進入殿中 然後他就說東門是怎麼樣啊 為著主的榮耀 好我們翻過來 跟我們等一下要讀這兩段聖經有關係啊 以福所書第三章 那裡主要是用第16節 我們從14節開始看 他說因這緣故我向父取親 在諸天裡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 都是從他得名 所以啊這裡的這個父啊 它是廣義的應用 天使是神所造的 所以怎麼樣啊 就著這個來說 它也是叫做父 地上的萬物都是神所造的 就著這個方面來說 它是地上各家族的父 不是單只是信徒的父 這樣弟兄姊妹可以領會嗎 那裡事實上是有註解的 他說在天 在諸天界裡 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 都是從他得名的 從這位父得名的 願他照著他榮耀的豐富 借著他的靈 用大能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 換句話說 這一位父 不僅是叫做我們信徒的父 更是萬有的父 諸天界裡 地上的 都是以他為源頭的 這樣一位 他要怎麼樣啊 照著他榮耀的豐富 這個我們曾經有一個印象 在以福所述第一章啊 那裡說 主耶穌啊 基督啊 他是這個元首啊 他是那個在萬有中 充滿萬有者 是不是這樣子啊 換句話說啊 這個這一位父怎麼樣啊 就把萬有所有的豐富 賜給了主耶穌 賜給了主耶穌 所以他是那一位在萬有中 充滿萬有者 而照會怎麼樣啊 是他的身體 是那個在萬有中 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豐富跟豐滿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啊 這裡如果有一個杯子 我一直倒水 滿出來了 就是怎麼樣啊 就是這個豐富啊 充滿了這個容器 怎麼樣啊 這個裡面的豐富 就彰顯出來了 你就看見這個杯子裡面 裝的是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回頭來講 他說怨婦 照著他榮耀的豐富 就是啊 他充滿基督那個在萬有中 充滿萬有的豐富 是怎麼樣啊 要他得到榮耀 是不是這樣子啊 這是第十六節 然後第二十一節 把那個綱要讀一下 保羅祷告 求父照著他榮耀的豐富 加強眾聖徒 這函是神的榮耀 可以做到信徒裡面 你有個領會啊 這個神的榮耀 可以做到信徒裡面 主要從榮耀歸回 換句話說這個榮耀 要做到我們裡面 二十一節 在二十一節保羅說 願在造會中 榮耀歸於他 這還是什麼 神的榮耀 做到信徒裡面之後 主代的榮耀歸回之後 又回到神那裡 下面小一 這榮耀同著神到我們這裡來 這榮耀同著神到我們這裡來 帶著所有的豐富到我們這裡來 做到我們裡面之後 這個豐富做到我們裡面之後 又要同著我們回到神那裡去 怎麼回到神那裡去啊 就是這個豐富 充滿我們到一個地步怎麼樣啊 滿意出來了 榮耀歸於他 榮耀怎麼歸於他 就是使我們被充滿 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換句話說我們被神一切的豐富所構成了 讓這個在外遊中充滿外遊者的所有 充滿在造會中 並藉著造會怎麼樣啊 滿意出來 彰顯出來 感謝主 榮耀就歸於神 所以神的榮耀做到造會中 神就在造會中得著張起 造會被神的豐富 充滿到一個地步 成為神的豐滿 在造會中就榮耀歸於他 這個就是神在造會中得榮耀 順便回答 剛剛胡君蘭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先講電再講地 他剛剛沒回答嗎 是不是這樣回答 這個聖經節怎麼說呢 這個聖經節說 願在造會中 並在基督耶穌里 榮耀歸於他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遠遠 用這個話 願在神的殿中 並在美地上 榮耀歸於他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遠遠 關注話說 基督是那個在萬有中 充滿萬有者 充滿萬有者 造會 不過是我們這班得救的信徒 在神最後所屬回來的 新天新地裡 除了我們之外 還有很多 是不是這樣子 不然只有我們在那裡 不怪怪的嗎 起碼葉子要一知萬明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神的榮耀 神的豐富 不只充滿造會 更是怎麼樣 充滿萬有 對 你可以回去看這個處結 在那裡 李庸就說 基督比造會還大 因為造會是這個 外有裡面的一部分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造物 基督卻是那個 在萬有中 充滿萬有者 所以今天神的榮耀 神的豐富 不僅充滿在造會 更在基督裡 要彰顯到極致 感謝主 我們盼不盼望這個事情做得好 我們若是盼望的話 我們要讓 今天要讓神的豐富 做到我們裡面來 我們說主要帶著榮耀歸回 是不是這樣子 至終怎麼樣 要叫神得出榮耀 所以今天我們是從 一種程度的榮耀 怎麼樣 到另外一種程度的榮耀 所以每一天 當我們在那裡親近神 每一天我們在那裡 願意傳福音 是不是這樣子 神怎麼樣 都把他的榮耀怎麼樣 更多的 做到我們裡面來 阿們 阿們 他就一次又一次 主帶著榮耀歸回 阿們 而我們這一切 都是為了叫神得出榮耀 阿們 這個是以福所書這一段 到了第五 今天都是他的 他說有一個顯著的特色 就是什麼 有神的榮耀 有神的彰顯 這裡就說 神的神的神 神的神 神 神中有神的榮耀 神的光輝 如同極貴的寶石 好相比喻 所以你也要領會 神中有神的榮耀 同時透過這個神 這個神的光輝 照耀出去 這一方面神的榮耀 充滿在招惡中 那另外一方面怎麼樣 神的榮耀就借著我們照耀出去 我們已經被命定要得這個榮耀 並蒙招來得這個榮耀 我們現正被變化 進入這個榮耀 並要被怎麼樣 帶進這個榮耀裡 換句話說 這裡就說 有這個兩面 有兩面 一方面 就是說當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當他顯現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 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換句話說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他就天天在我們裡面更新我們 變化我們 證別我們 把他的成分做到我們裡面 到有一天啊 榮耀怎麼樣 從我們這個人的身上投出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這裡還說 我們怎麼樣 還要被 帶進這個榮耀裡面去 所以啊 在西伯賴書第二章就說 他要領許多的兒子 怎麼樣 進榮耀去 要把我們帶到這個 榮耀的顯現當中 我們要與基督同得這個榮耀 在新耶路撒冷裡 帶著神的榮耀 做神團體的彰形 新耶路撒冷全程 要帶著神的榮耀 這個榮耀 就是神自己透過納成 照耀出來 小一 神的榮耀實際上 將會是新耶路撒冷的內容 因為這層 將完完全全 充滿了神的榮耀 這指明這層 乃是團體的成裝神 並彰顯神的氣明 神的榮耀就是神自己得顯明 新耶路撒冷滿了神的榮耀 這件事的意思是神在這層裡得顯明 今天照會生活也該有神的榮耀 在這奇妙的神聖屬性上 顯明並彰顯祂 我覺得這個話非常好 我覺得盼望天空姊妹我們 為了這個事情我們需要祷告 這裡說 榮耀是神的一個神聖屬性 我們盼望在照會中有愛 因為愛是神的神聖屬性 我們盼望在照會中有光 因為光是神的神聖屬性 我們盼望在照會中有公義 因為公義是神的神聖屬性 有平安喜樂等等 但是我們更盼望 主啊我們要告告 在照會中有榮耀 因為榮耀也是神的神聖屬性 神要在地上建立祂的家 始終祂的榮耀要歸回 祂要在這裏得主完全的彰顯 我們要感謝主 我們今天在這裏看見這個話 我裡面真的有個剛剛章經所提的感覺 一直讀一直讀一直非常新鮮 非常非常新鮮 這個是這一次這個結晶讀經訓練裡面 一個非常深的這個感覺和影像 這個好像裡面真的像昨天弟兄們講說 這個你讀全本聖經 哪一段放到你細節裡面 好像那個啊 好像這個光又照出來了 好像這個是一把鑰匙 可以去解開很多啊 這個聖經裡面啊 你覺得沒有連在一起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的寶貝 這個弟兄們說啊 你弟兄1960也講了一次 這個其實之後沒有真實再講 那我裡面啊 剛剛在台下看這個圖表 還有聽到弟兄們的信息啊 我有一個感覺說 當時候可能照會沒有預備好 沒有預備好來接受這個信息 來接受這個話 但是呢我們要感謝主 這個這麼多年啊 我們這樣子追求啊 就好像在照會當中啊 已經有一種的情形 可以讓主來這樣子說話 我也不知道這個話擺到外面去 有多少人有興趣 這個這樣講啊 這個因為這一次啊 這個大家都很有興趣 所以啊這個網路上 我看大家都寄來繼續寄很多東西 我就發現啊 哇不只我們中間很有興趣耶 基督教對於新結束也很有興趣 也做了很多影片啊 但是啊沒有一個影片是 像我們這樣子來 對這個話來這樣解釋 那我覺得這個事啊 主在我們中間給我們的祝福 這個 我們今天要去祝福人 是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要成為福源 我們要幫助人這樣子來認識神 這樣子來認識神的心意 這樣子我們就沒有虧欠主 我們看網路上我們都在這個事情上 我們好好禱告 我們跟主配合 這個話不停在我們這裡 這個話藉著我們這樣一直說出去 李希捷他一直嘱咐說 你要把你所聽見的 所看見的存在心上 並且要對以色列人講說 我們要說我們要去對人講說 讓他們認識這個世界的終局 你要讓事怎麼樣 讓他們認識怎麼樣啊 這個信耶穌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到了青年國啊 以色列人要教導 當時候不認識神的人 來如何做祭司認識神 那我們要不要等到那個時候 才去做這個事 我們現在就可以做這個事 上面堂課弟兄們就說 我們是神福音的祭司 我們今天就可以去教導人認識神 正確地接觸神 正確地有分神的計畫 我們看到熱情在這裡 айте烏尚 別忘了 不要忘了 But 恥 祝你 阿们